咱们开始系统讲解飞翔局 飞翔局是一个古老开局 被胡锣华老师挖掘出来并发扬光大 视角炮也是一个古老开局 被李莱群老师挖掘出来并发扬光大 这个走法来自民间手抄备 平居桌炮 黑方形成反攻马阵型 下面黑方如果进足 活通马路就如果这样走 我们进居准备进马打这个居 黑方必然是要高居 一打再干掉这个足 那黑方来捉马怎么办呢 进兵拱 平炮 得回狮子 然后打着马和炮 黑方很难处理 因为向飞不起来 这个炮没了 而且还有进兵的威胁 当然是红方占优 好 咱们回到节点 所以原谱是先高居 避其锋芒 你再上马 人家挺足了 下面红方是退炮 居掉住炮 这一溜都不能动 而且红方正马来不了 拐杰马也来不了 那中路就失手啊 所以黑方还价中炮 平炮一户 要上马 保护中路 黑方就给按住 下面咔嚓 黑方也咔嚓 待着想 你要先硬 下面黑方如果打炮 红方进马 使要杀 黑方要硬 进马踹炮 居就出来了 红方吻持先手 这个马的威胁还是很大的 所以黑方肯定要干掉马 下面来重点了 红方不是打马 更不是打炮 而是什么呢 上马 踹炮 再上马 踹居 然后 打马 黑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白缝一个马 黑方如果杀马 这是一个选择 炮下地 要看你事 再进炮 要打门 进军一点 还是 要杀 黑方只能 停降 把老将 请上来一候 照头一棒子 没了 好 咱们一回到节点 黑方一看 不敢杀马 那就正常出鞠 就欺负黑方 这个鞠不敢杀马 他更不敢杀兵 这条内线被红方控住 黑方肯定搂不住 只能对 然后进鞠 为什么要进鞠呢 因为内鞠被对了 还想来抢内 下面就要砍士 黑方绝对不能进士 对不对 因为这个炮下去 要杀 老将还不能动 士帮盗毛 所以 下面黑方 是退炮 防守 那个意思 你打我的炮 我杀你的马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但是 退炮 给马生根 扶 上马 戴喜朗 抽着个鞠 所以黑方要动 将 退局一将 肯定不能退将 杀旗 是吧 只能进相 下面红方 走得很嚣张 进兵 空大鞠 黑方 黑方一看 什么 什么 我干掉你的马 下面一平 就是铁门栓 赢了 但是 红方 进炮 黑方 不敢平泪 退局 给抽了 拿盯住炮 就行了 你抽什么 啥也 抽不到 对不对 但是 万万没想到 红方就来抽局 那这边带着响 这边抽着局 黑方一看 罢了 可杀不可辱 然后 拜拜